总统蔡英文视察花莲玉离高中 遍地都是害人的大面积军裂 学生上课安危都成问题 花东规模6.8大地震之后 蔡英文因为参加防灾会议 致辞完就走人 被疯狂炮轰太冷血 就会赶紧跑来花东看灾 没想到去让人看见这傻眼的一幕 蔡英文在列队的救灾人员面前 先慰问关心的不是救灾人员 竟然是先和搜救犬玩了起来 还称赞搜救犬身材真好 一次还不够 转个身又关心起另一只搜救犬 完全把救灾人员晾在一边 难道在总统心中最软的一块 不是百姓而是猫小孩 蔡总统这回还特地跑去 和正言法师会面 说是感谢此继位救灾付出 小英灰灰灰手就微笑离开 没透露到底和上人谈了什么 但在党也批评令侧异才刚抹红慈悸 总统此行恐怕失去灭火 想的还是选举考量 花东因为一场大地震灾损相当严重 百姓更是胆心受怕 但蔡总统是不是真心想看灾没答案 但就怕挽救告急的选亲 才是小英总统此行的真正目的 记者杨七号徐国豪 SNG小组台北花联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